其實要帶來今晚的 真的是最後一首 安侯女這樣子 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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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我覺得很好的 謝謝你們 然後我希望可以 快點再回到冬季這邊 然後再表演給大家看 其實超快的 因為明天 因為明天還會在School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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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最後一點時間呢 我其實想跟大家來聊天 因為蠻多朋友在 然後也蠻多感觸的這樣 所以 接下來要唱首歌 可能叫Dreamer 然後Dreamer是夢想家的意思 對 然後 它很長喔 可能會半個小時喔 我這樣 你知道那麼長這樣子 因為其實 但是我今天在YouTube下裡面 我沒機會介紹自己這樣子 其實蠻想跟大家聊聊的 有一天呢 就是 錄完 錄完影回家的時候 然後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 我跟阿怪 剛剛晚團的時候 是2009年的時候 還蠻久以前 2005年 對 大概是 45年這樣 然後 然後 有一天我就拿了一個Demo 給我們的朋友聽 然後 但是那個人好像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跟 我就跟阿怪說 欸 有人不喜歡我們的歌 那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 然後阿怪就說 如果 如果你 因為一個人 你就放棄了 你要做的事情 那你怎麼知道 其他99個人 會不會喜歡你的歌 所以我一定其他99個人 很喜歡你的歌 然後 就一直帶著 這樣子的 精神 然後 走到了 現在 對 但我還沒講嗎 很長啊 很長 還有二十幾分鐘 等一下 那我講一下吧 然後 然後 其實 2005年那時候 我們 我們是在一個 新竹 就是離台北 我開車大概要兩個小時 留一個 辦公室底下的 練堂室 然後 那個 就是我自己弄的一個 很簡陋的練堂室 然後 每次 只要抬班的時候 我們的練堂室 就會淹水淹到小腿 然後 苦 苦跟器材都泡在水裡面 然後 那個時候呢 其實 那時候的我呢 其實 就是開兩個小時的車 對我們來說很遠 真的很遠 我知道對我們來說很不遠 對不對 我們要二十幾分鐘就很遠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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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時候 我們的夢想 那個時候 當時的夢想是 我們要去一間Live House 叫做河岸遊園 在台北 對 當時是 他其實也不大 比這邊還小 其實他只能能拉到 大概80到100人這樣子 當時的夢想是 我們要站上去 然後我們就去了他們的店 在Open Jam 就是 你要Open Jam 他們確定你可以 然後你才可以去表演 然後 我們Open Jam 就過了 我們就表演 然後就一路一路 然後走到了 走到了 2010年的時候 2010年的時候 我們得了一個獎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們覺得蠻光雯的 因為那是一個 公職標籤的獎 叫做海洋音樂大賞 對 然後這個獎 就是蘇達利爺 有過這個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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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們後面後面界的海洋 第一名是海洋大賞 這樣子 然後 但海洋大賞的魔咒 因為蘇達利他們好像是評審 從大獎 都會過得比較好 我們還在試著打破 已經魔咒 對 然後總之就是 那時候我們也是去比賽 然後比賽了 就是他有小舞台跟大舞台 然後大概每年都會搶到拜託 都會放那邊選 選出最後一個海洋大賞 這樣子 然後2010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拿著海洋大賞 就是我們一直在 一直在每一個階段 想要 想要 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當中其實不覺得累 就是會 其實會蠻累的 不行 會覺得蠻累的 對 可是我只是想說 就是 就是 到後來我們唱片 我們全部的Lighthouse 然後直到今天走到那邊 走到北京那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想說 就是我們第一次在北京的Lighthouse 唱歌 對 第一次 因為我們台語台詞 台詞人 我們15年排過 然後一排的時候 欸 那北京 他說北京不要去 北京不要去 所以 我們說 台灣團要去 南方的 的程序 對 那我們今次終於 對 對 好 好 我會想玩嗎 他有幾分鐘 他有20分鐘可以講 他有30分鐘 喔 好啦 反正就是 你跟我們這樣子唱唱唱唱唱 然後 可是我覺得 之前我在 我們家廚房 就是錄完音樂隊的 夏天回到家之後 對 然後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我也找到了 反正就是那個99個喜歡的人 可是 有一天我突然 宇宙欣賞了 剛剛說 我了解你當初那句話的意思了 其實我覺得 我越對我還那麼久 到最後 對我來說應該是 當你知道有99個人 都不喜歡你的歌的時候 你還會越不願意為了那一個人寫歌 那一個人可能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 你 沒有要 說求什麼 但是你就是很 自己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你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希望 就是起點 就是終點 就是 雖然現在有更多人認識我們 可是我希望我們還是可以 帶更多的作品 然後 給大家 謝謝